作词 李宗盛 本想不想 作词 李宗盛 作词 李宗盛 你魂不魂 我初问 顶尖云真团醉 云加江江 春分 家分远风 一分寂 唱一唱四唱 哎呀 终于那没带身 能做热身 就能准备把这回的马送了 快不要等 快不要出现一条 请喝一条 别想要冲 也还一还不完 熬得头温天真 人将成真 人将成真 成分加分缘分 一分分之中 一场四重 快要失败 回忆你要 tant 万一不会失败 谁叫你要亲 回忆要生 早点你要梦 晚一点你要疯 静一点你要送 慢一点成功 你听你找我 你这是从哪儿来呀 拿那么多东西 老孙从哪儿呗 又一堆活 放下吧 抱着多沉哪 没事 你先说吧 那个 我就是想问你一下 咱们两个人结完婚以后 是要住在你家吗 应该是吧 那么就我明白你的意思 是 我们家房子不大 让你跟小雨住进来 肯定不太适应 你看这样行不行 我跟周大海说 让他从今给设计一下 然后看能不能给小雨 隔出一间屋来 不是 不是房子大小的问题 你看啊 我爸我妈 还有小雨的爷爷奶奶 经常会来看小雨 偶尔呢会住几天 尤其是小雨的爷爷奶奶 我不想让他们觉得 顾言不在了 他们想看孙子都很为难 这 这 这我理解 我选了一套房子 就那个小区 你看见没 就一片红楼的那个小区 行 那哪天吧 哪天那个咱俩都休息 我陪你去看看 不用看了 手续我都办完了 咱们随时可以搬进去 手续都办完了 你这 够神速的吧 一点都不知道 好 就是这样 这些年我妈一直跟我住 所以猛地让我们俩分开吧 我倒没什么事啊 我就把老太太收不了 这个我早想到了 阿姨也可以过来一块儿住 还有茉莉 我给她单独弄了一个房间 那就是说 我们都搬你那儿去是吗 嗯 这 这我还真没想过 啊 那你好好想一想 回头嘎也好商量一下 行 那 那我 我去跟她商量商量 那你赶紧去忙吧 我也有事我先走了啊 这 哪儿商量去 明明就通知了嘛 明明就通知了嘛 这不是我那拿来的 清脆梅 又是吗 嗯 能吃吗 行吗这个 挺好挺好 我尝尝 哎 哎 妈咱这个 房子是三十两厅是吧 嗯 哎 我突然想啊 你说这儿我结了婚 敏秋带着小雨过来 那咱们就是五口人 三十两 要你说的 这三十两厅 还真是不够住啊 是吧 你想想看啊 这茉莉啊 一个人吧还行 再加上小雨 要你们俩结婚 再给你妈生个大胖孙子 那真是不够住了 对对对 咱也得换个大点的房子 你们俩先结婚 结完婚以后啊 两个人去看看 到处转上去啊 学没学没 找一个大点房子好点的 咱买一个 哎 钱要是不够的话 妈这儿还有点啊 哎 哎呦 大蓝的说什么呢 我跟你说啊 钱不是问题 而且你看 嗯 这敏秋这个是吧 怎么啦 心多细啊 未雨绸缪 嗯 说已经看上一处了 是吗 哎呦 哪儿啊 对 我也不大清楚 但是我觉得这事 还得您把关不是 啊 哎 哎 嗯 行了 那你先去看看 对对对 我就是这个意思 您也有空您去 给长长眼 要不说啊 我觉得敏秋啊 真是不错 是个当家理财的人 过日子的 对对对 好 嗯 我喜欢 行 你这么定啊 嗯 行 别吃太多啊 你酸牙 迟呢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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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灯是有点 哎呀 嗯 绿帘 绿帘 来 这是什么 手里照片 那个 也是啊 这是什么 你不是说带我来看燕本街吗 啊 这到底什么地方 唱哪出啊 啊 什么情况啊 不是我 我也是刚知道 谁知道敏秋这 手那么快啊 那边房子一卖 这边就入住了 是吧 这手我得好好批评她 没经过您同意 怎么能随便买房子呢 这房子户处是谁啊 啊 房本上写了谁的名字 哎 人家全款买的肯定是写 杜敏秋的名字呀 结了婚你搬到这儿来住 对呀 就这婚房啊 那不是倒插门吗 哎呦 妈 你这 什么老思想啊 这 结了婚两口子 那住哪儿不一样啊 搬哪儿不一样啊 是我们老刘家娶儿儿媳妇 杜敏秋她得到我们家来住 我告诉你 你到这儿来喝茶 你干嘛呀 是朋友从福建给我带过来的 气在时候就玩着特别香 阿姨 您尝尝 你先放哪儿吧 好 别站着呀 坐呀 没 没事 站好啊 看看 阿姨 您千万别客气啊 等到时候您跟展庞搬过来住了 就把这儿当成自己的家仪啊 走吧 我带您去看看房间 对对对 咱这儿站半天干嘛呢 妈 我跟你说 这房子格局特别好 四十两厅 南北通透 最关键的是 它这个四个卧室啊 它全都朝阳 您可以随便挑 您 看 看 你抽完了 领秋啊 我今天到这儿来啊 就是认个门 你刚才说的搬到这儿来住 就是我们俩 搬到这儿来住这事 回头我们再商量 阿姨 您是不是怕不够住呀 够了 您看啊 咱们四个卧室 到时候呢 我跟展鹏住一个卧室 晓宇和茉莉一人一个房间 那个最大的房间 我们留给您 如果晓宇的爷爷奶奶来的话 我就让他们跟晓宇一起住 就准备一张折叠床就行了 你现在说什么 晓宇的爷爷奶奶 还要到这儿来住 对 他们来看晓宇 就会住上那么几天 我呢 也希望他们把这儿 当成自己的家 你 你觉得合适吗 我觉得还行 因为这是偶尔是吧 他们也不是常来 偶尔来住两天 阿姨 您是不是觉得不太方便呀 就是我觉得吧 很不方便 阿姨 您要是觉得不方便 不想搬过来住的话 我们也不勉强 老人嘛 都练就 不过没关系 如果您想我和展鹏了 随时可以过来看我们 行吗 我觉得 这也不失为一个好办法 妈 你要是觉得 住在自己家舒服 而且还舍不得那帮跳舞的 老头老太太 没问题 也可以像小雨的爷爷奶奶那样 隔三差五到这儿住两天 是吧 挺好 您觉得呢 好 好 挺好 挺好 那行了 那就听您的 这事就这么定了 定什么定 我儿媳妇没去进门 儿子都没了 阿姨 没跟阿姨说清楚啊 没跟阿姨说清楚啊 现在不都清楚了吗 你 你听我说呀你 说什么呀 有什么好说的 你们分明早就算计好了 就是设计我的呗 哎呦 怎么我们就设计你了 我们就是想请你过去跟我们一块住 是你自己不愿意啊 干嘛要去住啊 我自己有家好好的我不住 干嘛要去寄人篱下呀 你这寄人篱下这词儿都出来了 你 你至于吗 我至于吗 行啊 刘展鹏 你现在长大了 翅膀硬了 你妈的话可以不听了 你可没良心的 你说我从老到大把你带 我多不容易啊你 别别别别说了 再说下去我就是大逆不道 我就是不孝之子 我 你笑 你笑什么笑 你哪儿笑了你 你娶个姜天兰 好 合着火来骗我 一骗就是八年 现在那个杜敏秋 合着连你妈都不打算要了 这么就没要你了 不就是一个住哪儿的问题吗 你至于吗 至于这么想不开吗 我就是想不开了 我告诉你吧 是我们老留家娶媳妇 接着到我们家来住 就算是个狗窝她也得认了 没什么可善良的 查看 你这不讲理呢 走了 走了 走 你真做到了 姐姐棒吧 棒 姐姐高吗 那你说号算数不算数 算数 好 走 去哪儿 你不去我吃饭吗 走 等等 先说好了啊 地方我来选 然后一会儿呢 我先回去洗个澡 换身衣服准备一下 我们餐厅门口不见不散 不见不散 天朗 我真的没你高兴 你现在还买卖了吗 离了吗 对我们太阳磊了吗 读书吧 说真的 我这辈子 都没在这么大的房间吃过饭 那得喝杯酒 好啊 我敬你 这第一杯祝贺你 营养师考试顺利通过 祝贺 干 干 这第二杯酒呢 还是得敬你 祝你虔诚似解 一路弹图 干杯 那是第三杯 我敬你吧 我就算是结花献佛 谢谢你 谢谢你帮我报名 也谢谢你 因为茉莉做了那么多 干杯 姜妹俩 我真没看出来啊 你酒量可以啊 以后我郁闷的时候 你得陪我喝两杯啊 我才不陪你喝啊 你喝完了你可以找头睡觉 我还得回家带孩子呢 小气 既然今天咱们喝得这么高兴 聊会儿天呗 聊呗 其实我特别好奇 你小时候到底经历了些什么事啊 会让你对你自己亲生爸妈那么狠 反正今天也就我们俩 跟我说说呗 说吧 我小的时候家里条件不好 特别穷 每次我过生日 我妈都会亲手做一顿饭给我清楚 后来 他们就忙着挣钱 找了摩世的拼命挣钱 他俩很难见上一面 他俩很难见上一面 一见面就吵架 他们一吵架 我就害怕地躲在屋子里 我记得 他们最后一次给我过生日的时候 我爸我妈带我去了一个特别好的饭店 特别豪华 但是我一点都不开心 但是我一点都不开心 从头到尾 他们没有跟对方说一句话 只是给我夹菜 从那儿以后 他们再没有一次 一起出现在我的面前过 那年 我跟茉莉差不多大吧 学校老师给我们布置了一个作业 让我们回家跟爸爸妈妈说 爸爸 妈妈 你们辛苦了 我爱你们 我不好意思当面跟他们说 我就做了一个小贺卡 把话都写在上面 一放学我就往家跑 我满脑子都想着 他们看到这个贺卡的时候 有那么开心 我一跑到家门口 门还没敲呢 我爸散着领带就跑了出来 随后我妈的高跟鞋也飞了出来 我妈歇死地里地喊 滚 你们都给我滚 当时她那样子可怕极了 散着头发 两只眼睛充满了血死 就像野兽一样 我彻底被吓傻了 那天我记得特别清楚 下得好大的雨 我不知道我该去哪儿 最后 我拿着书包 手里攥着那个小贺卡 坐在工业台阶上整整一夜 整整呆了一夜 从那儿以后 我开始旷课打架 什么坏事我都做 他们偶尔出现 不是要去喝酒应酬 只是喝得烂醉回来 我爸一见我就说 小子 在学校没惹祸吧 小心打断你的腿哦 我妈就更逗了 她只说一句话 你跟你爸一个德行 早知道就不该把你生出来 我当时我就决了 我当时我就决了 我在世界上 就是一个多余的人 没有人在乎 我很决定 不管你是考试考了第一 还是大家被送进的医院 统统没人管 在那以后 他俩分居 离婚 在法庭上 法官问他俩 这孩子你们谁管呀 他们没有一个人说话的 法官只能问我 孩子 你想跟谁呀 我二话没说 我就走了 我二话没说 我就走了 我觉得 我在他们眼里就是透明的 完完全全是一个透明的人 我就不明白了 既然如此 为什么不在我出生的时候就把我掐死 我常常在想 我在这个世界上 到底为什么活着 我恨他们 我非常恨他们 但他们是我的父母 这一点永远无法改变 我也想他们 我想见他们 但是我一见我妈 我就疯了死地骂她 滚 滚出去 没骂一句 我心里都疼 她能跟她倒壳一遍 她能跟她倒壳一遍 没人知道我心里是在乎她 我越在乎我就越失望 我越失望 我就越害怕去原谅他们 我害怕他们会继续冲突 我更害怕他们和好 我害怕原谅他们以后 会再一次让我失望 其实在我心里 我想象过无数次 我原谅他们的样子 梦见过无数次 他们抱着我痛哭的样子 那就感觉幸福极了 但是我醒来以后 我却不相信会发生这些 我真的不知道我该怎么原谅他们 我也真的不知道 我该怎么跟他们说这些 因为我心里有道坎 这道坎又宽又深 宽得让我无法晕过去 我还想要 江天了 你知道我现在最想要的是什么吗 我最想要的是 我能再一次 吃一顿我妈亲手煮的饭 但是我不知道 但是我不知道 还有没有这样的机会 有 孟静 对不起 对不起 儿子 对不起 对不起 我该说的也说了 今天是我不对 没提前告诉你 你要是生气你可以骂我 要实在不行 你磕我工资 没什么事 我先走了 谢谢 谢 都不用谢 谢谢 其实你最应该谢的人是你自己 只有你自己能够跨过那道坎 别人帮不了你 是吗 我今天看到你这样 其实也挺没你高兴的 如果没有你 我根本就做不到 只要你开心 让我做什么都行 今天我终于明白了 为什么我对你的事特别伤心 为什么我见不得你被别人欺负 为什么你一天不来 我就觉得缺点什么 为什么我只爱吃你煮的饭 答案很简单 我爱上了你 我爱上了你 一条决定 就是我现在的感觉 就是我现在的感觉 张天蓝 我爱你 还让东西疯了吧 我没疯 我是认真的 如果你愿意 我马上娶你 我马上娶你 你 今天 可能你 情绪太紧张了 没事 早点休息吧 回家 回家 给你一晚上时间 好好考虑一下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不接电话 那就比比谁更有耐心了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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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电影 你说什么 看电影 逛街 兜风 押马路也可以啊 你到底想干吗 谈恋爱 你神经病啊 谁想跟你谈恋爱啊 一个晚上都没考虑清楚 那你告诉我 你还需要多长时间 行 咱们聊聊吧 咱们聊聊吧 大点儿 大点多好啊 你看你这几个月 把我照顾的 其实你把你妈进来跟你一块儿住 她会照顾你更好啊 嗯 我知道我有恋慕情结 但我无所谓啊 能不闹吗 我跟你是不可能在一起的 第一 我没闹 我很认真的 第二 为什么不能在一起 我知道你离过婚 还带着茉莉 没关系 没关系 我喜欢茉莉 茉莉也喜欢我 我也知道 你一个人照顾茉莉很辛苦 以后不用了 有我 如果现在 你不想结婚 我可以等 结婚不是目的 和你在一起 才是我想要的 可能你没太听懂我刚才说的 别说我没法接受你 我们全家人都没法接受你 我不要你现在做决定 但答应我 你会认真考虑 所有的问题 都交给我 没法聊了 明天开始我不会来了 你也别再找我了 这篮子你也真是的 你咋起来不叫啊 马上得迟到了 跟你说 早点都没空吃 你快点 你快点给我给我冲碗粥 快点 照着煮的一碗 你粥就煮 你粥煮 那我拿了 包子是我的 你一人你吃了要四个碗 你吃不了 我拿一喂狗 也不给你这白点狼狼吃 咱们可是说好的 有话好好说 有事好商量 是不是 商量那里的动机车 到我这儿 连通知都不是 直接就是逼光 反正你已经决定搬离住了 以后我也不用刺好 行行行 行大不了我不吃了 不吃行不行啊 多多点事 不吃 不吃 包子是我的 你要一吃老两个你 没事 你的就是我的 拜拜 拜拜 你别老看着我 你到时候告诉我 这事到底该怎么办呢 你倒好 我两坨一蹬 一撒手 啥都不用管了 也不用烦了 你说你零了零了的 就一个心思 想抱个大孙子 这我知道 可是到现在这事 我都没给你办成 真对不起啊 不过你也别怪展鹏 太尽力了 可是现在的年轻人 哪能明白咱们的心思 是不是 理解 不过好在啊 他现在又要结婚了 敏秋呢 还算行吧 还算行吧 我也想通了 别说养儿方老 养儿方老 可是我也总不能 那么自私地 让展鹏守着 为老太太过一辈子 你说呢 他们要是搬出去住 只要自己高兴 我也没什么意见 咱那儿子你和我都了解 他绝不会娶了媳妇 就忘了我这娘子 这个你放心 行吧 搬出去就搬出去 这事就这么定了 嗯 刘展鹏 你下午下班 带敏秋回来一趟 我有话说 挂了 好 我爸来电话了 他说 如果咱们结婚定在十一的话 他跟我妈一定会赶回来 跟阿姨见个面 哎呦 那太好了 好 是不是我妈跟你说那些 应该是叔叔阿姨说了 生气了 没有 我什么都没说 本来他们也觉得 两家人应该正式见个面 可是因为这次走得太急了 实在没有时间 他们也没有想到 阿姨这么开腾 同意不办婚礼 结婚嘛 是个大事 他们总是要表示下重视 所以一定会回来的 太好了 太好了 对了 我妈刚才打电话 是问你今天晚上 有没有空回家吃顿饭 行 没问题 对 你是肯定没问题 我妈那会儿的问题 估计又是房子的事 所以 不管今儿晚上她说什么 咱俩都顺着她 好吗 过了这段非常时期 怎么都好办 房子的事 让你为难了 有你说的 我体谅你 你用心良苦嘛 我妈那边 我去做工作 战宝 谢谢 没事 没事 天空飘过五个字 这都不是事 妈 都来了 来了 赶紧洗手吃饭 要我帮忙吗 那个 不用 那儿有个菜吃炒好了 拿来吧 好嘞 阿姨 不好意思啊 今天出门的时候 临时也有事 所以回来晚了 没事 不就回来一起吃个饭 是早了晚了的 没那么多讲究 来 来 明秋啊 这个今天叫你回来呢 是我有话问你 妈 你这新做的是吧 咱吃完饭了 吃完再聊吧 干嘛吃完再聊啊 我就得现在问 怎么了 那什么 那个阿姨 那您说 您说吧 明秋啊 是这样啊 我就是想问问 你们俩决定了 结婚以后搬到你那儿去住 不会改变了 是吧 那个 妈 你既然说这块了 我 我就说两句啊 其实明秋 这样也是 孝顺 为您着想 您想将心比心 如果说江天蓝再婚了 您好意思 成天跑她家去看茉莉吗 再说了 小雨的爷爷奶奶这儿子都走了 这你再让人家看孙子 都别别扭扭的 合适吗 不合适 那个 阿姨 您看这样行不行 要是您实在不愿意的话 我和展望结完婚以后 我们先分开住 大家都适应一下 对 先分开住 分 那哪儿行啊 对啊 分开住 那跟没结婚不是一样吗 就是啊 行 搬吧 搬吧 既然定了 那就搬 反正呢 展鹏也结婚了 我呢 也没什么候补之忧了 说不定啊 哪天我看见哪个老头顺眼 我就把自个儿给嫁了 你们就更不用替我操心了 是吧 行啊 妈 听话